大天福地 人為貴 順則吉係 空則背 袁太祖 歡迎大家收聽新一集的袁太祖 今集Nikiyo 和林定康師傅 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 玄學上的見解和知識 林師傅 你好 你好 最近怎樣 林師傅 又問這個問題每個星期都差不多 沒什麼特別 我不是每個星期都很不同 今天星期又忙了 林師傅 但是多忙都好 都要有些事情調整一下 你有什麼做呢 這陣子看回一部很舊的無線劇集 叫做翡翠暖曲 翡翠暖曲 有看過嗎 沒有 劉重印 陳奈山 多麗奇做那一部 沒什麼看過 應該是講肉戲的 這部戲 有沒有記錯的話 你自己看的 裡面講到一對神仙 應該是一對和俄二仙 你說起和俄二仙 我的印象 他們說過是拜和俄二仙 拜完就求好姻緣 和俄二仙是什麼 和俄二仙 顧名思義和俄 和俄二仙 最主要幫人複合 或者感情變得更好 就是一個很傳統的神仙 相傳是唐朝開始 人們說是貞觀連鑑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很多人都說想來我去拜和俄二仙 或者想在我那裡請和俄二仙都有 但其實和俄二仙是什麼 首先要知道和俄二仙其實不是一男一女 其實是兩個男人 一個叫韓山 韓就是韓冷的韓 山就是一座山的山 另外一個弟弟叫實德 實就是路不實為實 德就是德道的德 文間相傳 兩個人 一個是文殊菩薩 一個是普遍菩薩的轉世 當時想來人間修行 但玉皇大帝為了考驗這兩個人 於是就用了一個分身術 分雲術 分雲術 就變成一個叫白蓮的女生出來 白蓮 相往白蓮容那個白蓮 當這個白蓮的女生出現之後 就令到兩兄弟同時喜歡這個女生 一開始韓山 即是哥 就打算娶這個女生 白蓮就是韓山的未婚妻 當他結婚的時候 發現原來那個白蓮 跟他弟弟是有路的 是一對戀人 於是他就有些爭執 爭執完之後 他就去了出家做和尚 阿頓入空門 那弟弟看到哥這樣之後 就決定不理那個女人 不理白蓮 就自己千山萬苦 找回哥哥出來 於是就去了一個寺 終於找到他 於是白蓮見到他們兩個兄弟情深 於是便賣了自己的家產 幫這兩個人 建了一座東西叫韓山寺 因為印象韓山寺是甚麼 唐氏 沒有印象 孤蘇城外韓山寺 就是這個韓山寺 去到清朝 雍正期間 就開始把韓山和十德 封為和合二聖 但民間大多叫他們和合二聖 那是誰封的呢 你說和合二聖 這個道家會說是王大帝封 佛教封了他做和合之神 民間通常跟道家說法 就叫他做和合二聖 其實和合二聖 就是一個主復合 因緣 以及令感情破壞 修補得回的神仙 所說的感情 不單單是男女之間的兒女私情 亦都包括同事和同事 老闆和下屬 朋友和朋友之間的感情 我們都會請和合二聖 幫忙的 那家人呢? 家人都一樣 因為和合二聖 有一個法相 他的法相 即是他的樣子 他的法相就是一個拿著一個盒 另一個拿著一支河花 是甚麼盒 是一個圓形的盒 是一個圓形的盒 我以為是和合 差不多 有些意思 我打算選擇我懶惑 其實很多時候 你這些懶惑 是適合我們中國人很多 玄學上我們所說的意頭的東西 為甚麼會拿著河花呢? 因為河花是一個河字 你使用普通的語言 河花 河就和和合差不多 其實和合二聖 用普通話說的幾次是和合 對 它差不多 先來這個意思 到一個圓形的盒 因為圓形 所以有些人就說 圓好 大家都可以長期下去 同樣是合 合又如何讀呢? 他們覺得和合 兩個就好似的聲音 於是就畫了他們的法相 有些就用畫來畫出來 有些就用泥人的公仔去做出來 總之 一個就拿著河花 一個就拿著圓形的盒 寓意就是和諧好合全家和好 所以剛才你剛剛問 家人可以不可以 家人都可以 那其實先叫和合二聖 關不關 因為我們說了感情 就是想大家相處得開心 有什麼就笑 是 和合的英文 不是普通話就 不停地笑 我笑才會 所以才叫和合二聖 這樣有關和關事 應該不關事 這個爛鏡就不中了 這個就不中了 不好意思 那我們繼續下去了 繼續下去了 剛才你問 和合二聖 幫家人的關係 可以不可以 其實都可以 但是和合二聖 你自己應該都聽說過 以前我中學的時候 都跟你說過 和合二聖 是什麼東西 不過你應該沒見過真樣的樣子 沒 因為我自己就很少去求感情的 對 我以前會求感情的 小時候都 我就是事業為重 都是努道劑士 然後 現在大家想拜和合二聖 那怎麼辦呢 香港基本上 沒有什麼地方 有和合二聖 讓你拜 就算我自己認知 都是要回上環 水月宮 水月宮 水月宮就是 近哪裡 摩洛街 又不近摩洛街 在上環文武廟附近 文武廟不就是摩洛街 又不同 因為摩洛街那邊 那邊真的是文武廟 文武廟附近就是水月宮 大家想拜他自己去找 你不要以我 在那邊說的地址 那裡是由和合二聖 拜的 但是 拜和合二聖 其實家裡都可以拜 可以自己 放一個像在那裡 然後就拜他 有些人說 和合二聖 不用用香拜都可以 無所謂 其實現在 拜和合二聖 純粹只是只是拜 你只拜 你覺得有效的 就有效 另外一個可以拜的地方 就是灣仔近藍屋 那間廟 就是牽尼絲道後面 是後面 那裡有和合二仙 你去別人的廟宇跟他 說想拜和合二仙 然後就買一份和合二仙寶 拜完之後就去燒 那就可以了 那裡也是可以拜 那我自己建議這兩間 因為在港島比較方便 而且很奇怪 很容易找到在那裡 和合二仙除了拜之外 還可以擺 你明白什麼叫擺 即是怎樣 即是擺陣 很少說 很少人會說這件事 因為大家說和合二仙 或者拜和合二仙 就怎樣怎樣 但其實和合二仙 是可以運用在我們風水上面 譬如如果家裡 真的整天吵架 或者兩夫妻感情有問題的話 都會建議在廳裡 掛一幅和合二仙的圖 如果圖太大掛不到 就擺一個和合二仙的帳 小小便可以 什麼都可以 擺完那個帳之後 基本上 很快家裡就會沒事 之前也試過很多次 用和合二仙去 去化解一些困難的 譬如有些大公仔 在辦公室政治的鬥爭下面 是輸了的話 或者有些困難的話 都建議擺一個和合二仙 在自己的位置上 一擺了 你在公司工作 都會順順利利的 所以和合二仙有很多用途 最主要就是人緣上的東西 人緣上的東西 最重要是和氣和目的東西 人緣是人際關係人緣 不是那些 一定是人際關係人緣 你說什麼 不是星星的那些人緣 人緣 其實很多人都說人緣 和說桃花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人緣和桃花 其實不一定是說感情的 這裏有一件事 一定要搞清楚 譬如這陣子有些客洋少年 都問 師傅我想 因為我做銷售的 我想開單 開得好些 那我是否應該在這裏 請人緣符 那樣 因為就來搞清楚 一件事 人緣就只是人緣 如果你一開單 或者你賺錢 這些是財運 因為人緣符 譬如你是銷售 用了人緣符 就會有很多朋友 客人很喜歡跟你聊天 但是聊完了 不給錢 就是旺丁不旺財 就是旺丁不旺財 我們要旺財 應該怎樣 直接用財運的方法 用符 法士 風水陣 取財等等 總之去做 才會有機會賺到錢 但如果只是說 要人緣的話 其實就無法旺 但和合二仙 這件事 就不是旺人緣 而是幫你修補一些 關係 或者令到那個地方的人 比較和諧 所以和合二仙 它有一個這麼特殊的用途 所以大家如果 真的有什麼困難 不一定是男女朋友分手 如果是想做事順利一點 和諧一點 不要那麼多爭執的話 多些和合二仙都會有幫助 好 謝謝林師傅 我們這次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回來再跟大家 謝謝大家 袁太祖 袁太祖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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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